谈及千年股论识万亿金 今天可以看出来 全球股市都出现了这种 喷出行情 A股一大早就受到美股 昨天大涨的影响 今天也开高 美股昨天为什么会大涨 因为我们的习主席 跟美国的特朗普总统通上电话 给市场中很多想象 认为两国的领袖对上话以后 目前卡在两国贸易冲突的种种问题 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 真的是这样子吗 也许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很多事情都往最坏的方向去做这种预判 我跟大家看一张图 这个是前两天 华为的CEO任正辉 接受外籍媒体访问的时候 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说华为2019年的手机销售可能会衰退 4000万台 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字 4000万台 为什么会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 美国针对中国 这个采取的各种贸易的这种打击 甚至于针对这个企业 这个针对我们的这个华为 这个采取的这个空前绝后的这种围堵 这个对于华为取得这个必要的技术跟零组件 这个供应甚至要打开国外市场 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你想想看 有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我指的就是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 可以到各国游说各国政府 不要跟华为做生意 天底下有这种事情吗 天底下有这种事情吗 然后大家可以相信 只要两国的元首通过电话以后 然后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吗 我相信很多人会打个问号 至少万民哥不会相信这个事情 我相信任正非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股市的涨跌 可以反映市场的一时情绪 但很多事情我们要从本质面去看 万民哥最近读了一篇外国学者 针对中美贸易冲突的 这个文章 它里面有一篇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分析 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一个英文 大家都听过这个博弈理论 博弈理论里面 大家都听过零和游戏 零和游戏很简单 就是你赢了我就输 我输了你就赢 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任何交集 什么事情斗起来进入零和游戏 就是你死我活我活你死 就是类似这种情况 但是实际上这个博弈理论 大概有三个层次 你可以看出来 万民哥列出来这个是英文的 第一个positive sum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叫做正和 第二个叫做real sum 叫做零和 第三个叫做negative sum 叫做复和 正和是什么意思 正和就是你赢了 我也赢了 我们两个之间的赢 叫做双赢 只是多赢少赢的问题 可能你多赢我一点 也可能我少赢你一点 那零和是大家都没有赢 大家都没有赢 也不能说大家都没有赢 就是不可能有双赢的情况 就其中有一个一定赢 有一个一定输 那negative sum是什么意思 复和就是两个都输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有一方输得多 有一方输得少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个就是用图解 告诉大家什么叫零和 两个圈圈 没有任何交集 一个如果英文来讲 I win的话就是 you lose you win的话就是 I lose 就是没有任何的 利益的这种交集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 对不对 试着对于positive sum 就是正和 正和不是零和 的这个双赢局面 打开一个图说 你看两个圆圈有交集了 两个圆圈有交集的话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解决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是对大家都有好处 但是也可能两个圆圈交集 交集的是结果两边都输 这就是你输 对不对 我也输 只有输多输少的问题 有人讲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这个就叫做一种 所谓的复合游戏 复合的结果 我为了打击你 对不对 我宁可牺牲八百人 对不对 让你杀伤你 或者消灭你的一千人的 有生战力 那我也赢了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我也赢了 但反过来也有一种情况 我宁可牺牲一千人 我也要 对不对 消灭你八百个有生战力 因为相对实力 比如说我有五千人 你只有两千人 你的损失八百 我损失一千的话 只损失五分之一 你两千的话损失八百的话 那就损失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可能爆发 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 这叫做negative sum 这个学者把这个道理讲出来 大家就明白了 他认为美国对中国 现在所采取的策略 不是零和 也不是正和 就是negative sum 就是复合 美国希望 付出一定的代价 恶阻中国的崛起 就是万民哥刚刚讲的 杀敌一千 赤损八百 美国人觉得 这笔买卖就长期来看 对美国维持世界的霸权有帮助 他就可以那样子去做 如果你晓得他这个战略意图的话 或者说你认同 万民哥跟大家分享的 这位美国学者 所做的这种分析的话 你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得到全面的这种解决吗 不可能的这种事情 不可能这种事情 所以想到华为 那我就经常想到 这个十九世纪 这个德国有一个伟大的企业 当然也是一个 很具有争议性的企业 叫做克鲁伯 这张看下一张图 这个是图的右边 叫阿尔弗雷德克鲁伯 就是克鲁伯这家公司的 第二任的老板 他在生于这个1812年 这个1811年的时候 他的父亲成立了克鲁伯这家公司 但很不幸的 这个1826年的时候 这个小克鲁伯 14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过世了 就把公司交给他 但是他非常努力 后来这家公司 就逐渐的这种壮大 做什么呢 做钢铁 大家都知道 在十九世纪 或者说18到19世纪 工业革命 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 就是看你能够产多少的钢 这个钢呢 对不对 品质怎么样 那克鲁伯刚开始 平常心讲 他只生产什么 生产餐具 但是阿尔弗雷德 他这个克鲁伯 他不满足就生产 这个餐具 他一直努力 在突破两项技术 第一个叫做冷拉 这个钢管 大家都知道 那个钢管 是用拉出来的 这个拉出来的这个钢管 就像是有点冷压钢的这种味道 它相对来讲 硬度比较高 如果你是高温拉出来的钢管的话 它其实相对比较软 它的这个韧性可能没有那么好 另外一个就是中空铸造 这两种技术有什么差别 中空铸造是做大炮 这个冷拉钢管是做枪管 他希望借这两种技术 帮助德国统一 帮助普鲁斯统一 帮助普鲁斯能够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个图的右边 图的左边 这个图是1867年 对不对 克鲁伯在法国工业博览会时候 展出来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门大炮 这个震惊这种全球 我们看下张图 下张图这个图很有意思 这个图的左边背着镜头的 这是画的 是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 面对皇帝的就是阿尔弗雷德克鲁伯 1860年的时候 阿尔弗雷德克鲁伯 邀请德国皇帝威廉一世 到他的工厂参观他生产的大炮 这个就是图右边这门大炮 这门大炮到现在都还留着 威廉一世看了以后龙兴大悦 他正需要这个东西 只有用大炮才能够让德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变成一个强大国家 当场就答应买一百门克鲁伯新生产的这种大炮 这个是克鲁伯作为一个钢铁工厂 第一笔生意跟买卖 大家后来就知道 这个克鲁伯的大炮是非常有名的 特别是在1871年 这个破化战争的时候 这个克鲁伯大炮所发出来的怒吼 彻底击溃了法国 也让完成了普鲁伯统一德国的这种计划 也让德国从此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大家都知道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 中国在推动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 其实也买了很多克鲁伯的这种大炮 表示那个炮在当时 这个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力 但是大家都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克鲁伯从一个做餐具的小工厂 发展成全世界最强的这种军火商 它这一段过程中也是非常坎坷的 为什么 因为德国在德国的崛起之前 英国长期以来 它是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 英国当时掌握了很多技术跟专利 也是全面围堵其他国家 企图超越英国的这种企图心或可能性 那德国在英国的旁边 就在欧洲大陆 所以英国人对德国的防范 比任何国家都更加严格严厉 不但在技术上 在工业能力上去想办法围堵德国 甚至于在外交上 大家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就是英国 法国 俄国 结成联盟包围德国 不希望德国出去 这个跨住欧洲 跟英国人在全世界 进行这个殖民地的这种争夺 那另外还有一个国家 也在崛起就是美国 但是美国因为离英国比较远 所以英国对它相对 没有那么如芒在背的感觉 所以德国所面临的处境 它面对英国 就其实有点像现在 中国面对美国的情况 美国一直很担心 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到 它对世界的这种影响力 但是这个事情 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这个万民哥以前 在读高中的时候 就读过一篇《孟子》 这个告词下 里面有一段关于 这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 这种论述 孟子里面是怎么讲 孟子里面这段篇里面 万民哥帮替他找出来 人横过然后能改 就是人一定有犯到错误的时候 你知道错然后反省以后的 才会能改 就是过错是奠定 你成功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经常讲 失败为成功之母 为什么呢 就是你碰到挫折以后 你会反省 你会检讨 你会改进 然后你才可能成功 没有失败的话 是不可能有成功的 困疑心横于律 这个儿后做 什么叫困疑心呢 就是心里头碰到事情 解决不了的时候 经过复杂的内心交杂 横于律 然后再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 然后你才可能振作起来 就是说任何人 要振作的过程中 前面有一段有一段 非常煎熬的这种时刻 接下来呢 争于色 发于身 而后欲 这什么意思呢 争于色就是什么 色就是外表的意思 就是你要外表变得很强壮 人家看到你以后 知道你有多大的分量 发于身呢 就是你要发出怒吼 你有实力的 发出怒吼 这个儿后欲 然后别人呢 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 你能做什么 你能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 如果你空有实力的话 你不透过一个行动 争于色 不试着发于身的话 人家是不会了解 不会认同你的 所以孟子里面讲 入则无法家佛事 就是在国家内部 如果没有一个 能够推动法律 能够辅导国家的这种贤臣 或者人才的话 出则什么呢 出则无敌国外坏 就是在外呢 没有威胁你的这种 其他国家的话 国恒亡 这种国家的话 一定会灭亡 不可能强大的 不可能强大的 所以孟子的结论是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你如果日子过得太舒服的话 连幸福是怎么来的 你都搞不清楚状况的话 那你必然是死路一条 所以孟子的这段话 其实很值得我们当代的中国人 去好好的深思熟虑 特别是搞企业的 为什么呢 从克鲁国到华为 大家都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工业革命以后 资本主义发达 市场经济不断的这种提升的结果 国家跟国家的竞争 不再是靠武力 而是靠经济实力 靠科技 靠技术 即使是要靠武力的话 也要有经济实力 也要有技术 也要有科技 做背后的支撑 国家的竞争 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之间的竞争 而是什么 企业的竞争 而是企业的竞争 德国的起来是靠克鲁国 同样的中国要崛起 也不是靠少数人 或者光靠领导人 而是要靠我们全体企业的努力 才能把国家的实力 称托起来 我们看下张图 这张图 外民哥跟大家说明的一件事情 美国为什么那么喜欢 透过经济或者贸易的制裁 打击竞争对手 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到现在美国都是全世界 这个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你看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1960年开始 这个序列排下来 排到2014年 美国的占全球的GDP 有40% 到现在 到这个图里面出来是23% 现在呢 去年根据去年的这个统计 美国占全世界的GDP比重 是24.4% 中国占15.4% 我们看下一个图 下一个图呢 刚刚那个GDP的计算 是按照国际标准计算 这个是按照国际 这个购买力的标准来计算 那大家可以发觉 美国也在一路走下滑 而且如果按照这个平均购买力的话 中国是全世界这个GDP最强的这个国家 最大的国家 那美国相对是走向这个 我也不能讲衰退 至少相对的影响力来讲 它没有以前那么大 这个万民哥秀这两张图 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就是因为他有经济实力 所以他认为他可以透过经济的制裁 的手段打败这个竞争对手 但是这些两张图也告诉大家 他的经济实力 对不对 会影响到他制裁的效果 也就是他 他实施的经济制裁 会随着他的GDP 占全球的比重下滑 对不对 然后对不对 慢慢慢慢的这种衰减 但是他为什么还是那么喜欢做的 我们看下张图 这个是全球贸易交 这个国际贸易中 以美元做支付工具的比重 到现在来讲 大概还有百分之五十几 美国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认为全世界主要的这种贸易交易 都要以美元做这个媒介 所以如果有任何人不合他的意 他可以实施这个制裁 这个制裁除了贸易禁运以外 其实现在慢慢慢慢走向了金融手段 就是要求所有使用美元做交易 媒介的这些国家 都要配合美国去制裁他的敌人 否则美国人会从美元的供应上 对不对 紧缩让你这些国家想到国际上去买东西 进行交易的时候没有工具 这就是他敢于实施经济制裁的 做手段的这个原因 但是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呢 其实还要看长时间的这种观察 我们看下张图 这张图呢 这张图所秀的是非常有意思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遭受过美国轰炸的这个国家 万民哥稍微数了一下 大概有40多个国家 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对不对 美国事实上很大的一部分 是透过经济的手段 跟战争的方式 军事的手段 综合的运用 这个发挥他的这种影响力 就是一方面呢 对不对 能够掐你的脖子 一方面又能够出手打你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这种做法 当然呢 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被他轰炸过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小国家 基本上都是小国家 某种程度也证明了 美国的军事表面上很强大 但事实上也可能是个纸老虎 我们看下张图 但是中国的崛起 一直强调要用和平的手段 这张图呢 是世界贸易的那个份额图 红色的呢 是表示中国对外的贸易关系 网络 还有活动的这种积极性 蓝色的是 美国的这种贸易活动的这种表现 大家可以发觉出来 红色的已经大过于蓝色的 证明一件事情 中国的崛起 我们国家是希望透过双影 就是外民哥刚刚讲的 positivism 就是正合的模式 达到全世界人呢 都能够共享经济繁荣 所带来的这种和平 这个才是真正的王道 但是归根究底 大家要认清一件事实 我们看下张图 这个蓝色的这条线呢 是中国在全世界贸易份额所占的比重了 那潜色的这条线是美国的比重 美国来讲的话 其实已经输给中国 输给欧盟 已经在走下坡了 这个原因反映两个意义 第一个呢 因为你是老大的 数大招风嘛 所以中国变成全世界 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的时候 当然会影响到 会招来美国这个 现在全球的这个霸权 单一霸权的这种 眼红也好 或者说厌恶也好 或者说不安全感也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证明 只要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 对不对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任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不管是这个正合 零合或者复合 背后都要有实力跟影响力 做基础 万民哥讲到这边 大概就知道什么样的道理 大家不要对不对 一时对不对 这个一高兴就忘了对不对 后面还可能带来的这种危机 这危机不是一时半刻 所可以解决的 这个也是提醒大家 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摩擦 对我们国家 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 或者说经济表现 或者说金融上的投资 都是大家要考虑的一个严肃问题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